其实Motel包遭到恶搞不是第一次 过去有些名人也是岁某年中到Motel里面去玩乐开轰趴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如果业者知道你要来轰趴的话 会先多收一点钱 主要就是担心像这样被破坏 很多人认为在这个里面的门以锁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错了 在入门的时候呢 你的车号都已经被开了下来 所以小心不要太超过 否则业者可以追查求这个损失 少则一万多则九万元 一人宋一鸣跟老婆上节目大谈上Motel的趣事 两人玩太嗨 居然把老婆踹下泳池 还差一点把床给弄坏 来到Motel开趴狂欢 但是别以为有钱就是大爷 像这样子蓄意用烟蒂破坏床垫 老板可是要你赔钱的 我有撞击到损坏 甚至是必须要修复的话 这部分我们都会进行赔偿的一个通知 会请当事人来这边现场看状况 甚至把照片拍摄下来 换句话说 只要客人砸坏房间里面的设施 Motel业者会经过评估 依照物品试价 还有营业损失要求赔偿 像这个兰K开趴玩太嗨 拿起酒瓶把玻璃砸成这副模样 这可是不行 最后可是要赔上一万多块钱 他本身使用了自己的一些延长线 导致可能是因为用电量过度 让这个电线走火 那这走火影响到我们整个地毯 大的金额曾经赔过 就是将9万块的金额 只要不把设施弄坏 业者能体谅消费者到Motel开趴 难免会弄脏房间 有的业者很有包容力 像是喷香槟 砸奶油派 或是不小心呕吐在地毯上 清洁费通通免赔 虽然弄脏房间免付清洁费 但不是所有汽车旅馆业者 毁损标准都一样 或者愿意自行吸收费用 所以别以为花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下次进到Motel 还是当个有功德的客人 中文新闻 临时宏林博鱼台北报道